嘉义市大雅路一家加盟饮料店昨天晚间先被泼妻,相隔六个多小时后,又遭人驾小货车冲撞,嘉义市警方掌握相关涉案车辆,在案发六小时内,兵分多路带回梁杏主贤等七人。 二十岁良性男子公称朋友告诉他这家店服务态度不好,朋友提议教训这家店,只承认冲撞但否认泼妻,九日晚间六点多,嘉义市大雅路上一家加盟饮料店门口遭人泼妻,但当时已经是打烊时间,十日凌晨零时十五分,一辆货车冲撞饮料店店卷门,将门撞歪,冲撞力道大, 引起附近居民一阵惊慌。嘉义市第二警分局公园派出所透过路口监视器影像,一车追人,找到蔡姓车主儿子,他供出将货车借给二十岁良性友人。 良性男子到案后,坦诚开车冲撞电加铁门,但否认泼妻,他表示,是朋友告诉他这家店服务态度不好,朋友提议教训这家店, 据了解,这家饮料店的老板之前在他处开业也曾被砸电。 这家饮料店老板目前仍未出面,警方联系他电话无人接听,暂无法确认他是否将提告损。 嘉义市警察局表示,将强化该地区为安勤务,加强路减盘查,执行公权力的决心,不容质疑。 嘉义市大雅路一家加盟饮料店昨天晚间先被泼妻,相隔六个多小时后,又遭人驾小货车冲撞。 嘉义市警方掌握相关涉案车辆,在案发六小时内,兵分多路带回良性主贤等七人。 图读者提供 分享 嘉义市大雅路一家加盟饮料店昨天晚间先被泼妻,相隔六个多小时后,又遭人驾小货车冲撞。 嘉义市警方掌握相关涉案车辆,在案发六小时内,兵分多路带回良性主贤等七人。 图读者提供 嘉义市大雅路一家加盟饮料店昨天晚间先被泼妻,相隔六个多小时后,又遭人驾小货车冲撞。 嘉义市警方掌握相关涉案车辆,在案发六小时内,兵分多路带回良性主贤等七人。 图读者提供 分享 嘉义市大雅路一家加盟饮料店昨天晚间先被泼妻,相隔六个多小时后,又遭人驾小货车冲撞。 嘉义市警方掌握相关涉案车辆,在案发六小时内,兵分多路带回良性主贤等七人。 图读者提供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